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詳細看完全部的 但我最主要聚焦都是看回到東大嶼 為甚麼我終於知道 我終於知道為甚麼 張先生差點爆了全都 真是想死了 張先生之前會說一萬億 為甚麼因為一個人工股 我頂去的費就是這個股票都用一萬億 你不要去死 這麼貴嗎 建築石光都不知道 起島沒問題 劉華撐刀沒問題 劉華的廣告才搞事 他那段script很明顯 超級官腔 誰說都知道 平時聽到高官說話 當然是最高的 就完全和他的口音是一模一樣 劉華說了一段話 我都算了 你看劉華的廣告 說到他建了這個島 所有問題都解決了 神經病 跟你的島會生金打 真的 我們以前香港怎樣繁榮 怎樣好好的生活 大家人以為傲 現在又怎樣怎樣 又充斥著很多水貨客 哪裏哪裏全部都是大陸人 暗地律就是這樣說 所以我們要填海了 所以我們要建這個島 建完這個島 所有問題都沒有了 神島嗎 大佬 你要推 你也叫做 合理化這件事 大佬 你建完這個島 神經病 香港好像變成紐約 建完這個島 是的 入貨安置 我跟你說 我跟你說 你可以住一百萬人 吹到 是的 一百萬人 另外施政部 有一件事 就是說 公私型比例 由六四變成七三 沒錯 一百萬人 要用一萬億 未計超支 即每人要投資 人頭計一百萬 OK 如果你有間屋是住三個人的 就是三百萬 昨天大師也說 未來兩年樓市 當然大師看樓市 說你現在那些納米樓 一個單位在走七步 七步成仙 會跌到很便宜 當大師是對一半 他說他跌到二百萬 我當是對一半 二三百萬 大把單位給你買 這是第一 第二 你要做填海城的OK 沒有問題 這是長餘的計劃 都沒有問題 你用多少錢 待會再說 最大問題是 你其他事情有沒有做 我等你一個費 你的粉嶺 叫你收 你有沒有收 跟你說 叫你收粉嶺 你說環保 我那裏有很多樹 又要舉行比賽 喂 那你那塊地 收到我那裏 都可以放到十幾二十萬人 是吧 我那裏你不收 跟著他現在說搞中地 一句大過 根本上他就不敢搞 那 即是東北 你就付錢 四叔 大哥 別人四叔都有成本 你是要補地價 那些東西 沒有人去在乎你 是否官不官商 那些東西 你起到樓便是 你明不明白 不是,那香港官商都在乎 官商得過你 用一萬億起的 那裏 很矛盾 最大問題是 你補地價 是四叔要補地價 才去建私人樓 是四叔給錢政府 不是政府給錢去 只不過他建完樓 之後四叔去賺錢 OK 而他那些地很便宜 是當時政府給他這麼便宜 是補貼的 為何會有些農地 是以前的歷史遺留 以前政府要蒸了他們 那時候市區的地 要建工營 在新界補回地 那些地是合法的 那些地 團職是合法的 神經病 另外最大問題是 為何要一萬億 你知道嗎 貴在哪裏 你知不知道他建一個島 他在旁邊 在那個島 他的計劃是 在旁邊的島 辦五條隧道出來 就是在那個島 一條辦去香港島 一條辦去美孚 一條辦去屯門 一條去北大嶼 一條還說要去大阪區 他建一個島 他要幾十條公路 然後五條海西隧道 又要建天橋 然後再要建鐵路 如果你說好像間事 什麼島 譬如你搞馬灣 以前不是說環保城市 無煙城市 你隨便填一個島 又好像馬灣那樣 沒有人會理你 沒有人會有這麼大的回響 現在這個島 我告訴你 他當然說是七三比 我的私人樓 如果他真的這樣建出來 這個島上的那些樓很x貴 但他七三比的話 你大部份公營房 其實那些人會搶 你看一下 你到時二零三幾年 是什麼環境 才算 但我告訴你 這個島如果他有這麼多的配套 搭到可以四通八達 還要在香港的 倒轉變成香港的中心位 不會啊 這個島會變得很貴 上面的樓 你不用想 這個島你不要想著去離島 到時如果他這樣 上下左右搭了四條路 去那麼多地方那麼方便 是超級貴 最四面的地方